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233日 经文段落 如生觉处 事与伟顺 何时能觉 敌中不知 敌一何双 厌于生根 三分绝一 当之身为八百功德 如意莫容 十方三世一切世间 出世间法 为胜与烦 何不包容 尽情雅记 当之一根圆满 一千二百功德 萧文 莫容 默默的 悄悄的 无声无息的 容纳 包容 接受 主题 明生根 易根 功德相 萧文自此 恭请建卫法师慈悲开示 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 论言一千日 第233日 我们要继续谈六根功德 这六根功德是在第二个决定意当中 佛陀要安然先审祥 烦恼根本 从无始以来会让我们造业 受报 那到底是从哪里来 我们常常说 在这个三界当中轮回 就是因为烦恼 那烦恼要解决 必须要从烦恼的根源下手 那现在要修行 要解脱烦恼 那就要找到烦恼的根本 在这里佛陀讲 烦恼的根本 就是眼耳鼻舌生意 这六根 作为烦恼的媒人 叫六为贼媒 因此我们就要来评论一下 这六根到底有什么 这个优劣 这是佛陀在这个地方很特别的 他把六根一个一个 每一根都做一个分析跟比较 到后面还会配合这六根 依着不同的角度 来提供入门的修行方法 那佛陀在这里讲到六根功德 就是我们也要了解 每一根就是从众生的角度来看 它有所不足 但是在佛的角度来讲 是每一根都是圆满的 那我们前天就讲到 隐根有八百功德 耳根是一千两百功德 鼻根是八百功德 舌根是一千两百功德 今天要讲的是生和义 那生根是什么呢 如生觉处 适与为顺 就是这个生负责什么 负责让我们有感觉 感觉接触和不接触 接触的时候 有冷暖轻重 还有痛痒等等的知觉 那什么时候才能觉察 才会有感觉呢 就是有两种情况 一种叫做和 一种叫做离 何时能觉离中不知 和就是身和促成 相接触相和之时呢 就是我要知道这个水啊 是热的还是冷的 得要去摸它 现在天气是热的还是凉的 要空气接触到 我今天呢 碰到了火 被烫到 那是身体碰到火 就可以感觉到它的热度 所以这叫和 接触的时候才能够感觉 才能够发生感觉 才能够觉察 何时能觉 那如果呢 身体跟这个促成 跟接触的物体啊 没有接触 没有碰触的话呢 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 它的冷暖 轻重 色滑等等 离重不知 就是我如果要知道 那个人 他的手啊 摸起来是什么样子 是软的 还是硬的 还是粗的 那你得要去 亲自去碰触它 我想要知道 这个水是冷的 还是热的 你得要去碰触它 所以 我看到这片草地 感觉它很柔软 你得要去接触 你才能够 印证 确定 它是软的 还是硬的 所以呢 我们要去买 这个床铺的时候 很多人啊 都是直接躺在上面 睡睡看 躺一躺 就知道 哦 是软的 还是硬的 而不是看起来 好软 看起来好硬 其实这都是要接触 才能够知觉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离一合双 就是啊 这个离的时候呢 就一个状态 就是都不知道 没办法知觉 那合的时候呢 就有舒服跟不舒服 两种 就是顺跟逆 这两种感觉 苦受热受 那因此呢 从生根来讲呢 它就不够圆满哦 厌于生根三分缺一 当之身为八百功德 因为呢 这是修生根的这个法门啊 它必须要一直跟促成接触 就是要跟进相合 那如果这样子呢 要修行啊 就会有一点点的 没办法哦 全面哦 为什么 你总是有跟啊 这个成相分离的时候嘛 就像后面呢 这生根源通啊 是必灵且婆娑尊者 他是采到刺的时候 毒发 然后呢 没有身亡 就全身痛 他在这个痛感当中呢 就开悟了 那如果我们也要照他的路数来走的话 那基本上太可怕 每个人都要被踩到刺 那还有另外一个呢 这个巴托婆罗 他是在修促成 那促成就是去洗澡 那如果我们也要向他学习的话 那难道从早到晚就要一直洗澡吗 那这就是一个生根的不够全面 所以啊 生是八百功德 就是这个一千两百分里面呢 他没有办法全面性的修行 所以啊 生根就判属 剩下八百功德 那再来呢 就是义 那义根啊 就是前面 我们所说的 就是非常非常聪明 这是满分 因为啊 他什么都接受 如意莫容 十方 三世一切 世间 初世间法 为圣与凡 无不包容 尽其雅迹 他的接受呢 是 就是静静的 安安静静的 就是我们在记住的时候啊 我们常说 你给我记住 你怎么记住 你不需要讲 你就记住 就是安安静静的 就能够记住 默默的就能够 接受这一切 所以呢 这个义啊 藏得很深 就是他是 如果呢 他是一个聪明啊 但是呢 他不可控 为什么 因为呢 他是不容易被觉察 不容易被发现 他藏得很深 但是呢 虽然藏得很深呢 他是十方 让三世一切 世间 初世间法啊 通通都 都包夸 都包含 圣法 凡法 圣人跟凡夫的境界 一切万法 他都能够包容啊 而且呢 还可以探到底 叫做近期牙迹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 这个 就像我们说 这大脑的秘密啊 很多人都说 这个人头脑很聪明啊 那很聪明 他到底有多聪明呢 事实上呢 我们到现在呢 还不能够完全了解 大脑有多聪明 那目前呢 有人就说啊 这个爱因斯坦 算是世界上 数一数二 很聪明的人 那这很聪明呢 可是啊 当大家在研究 他的脑 回路的时候 就发现 这个脑啊 似乎也没有完全开发 只有开发 5%而已 就可以让一个人 这么的聪明 那 霍金啊 他虽然很聪明 可是他最后呢 得到阿兹 这个退化 他就是 见动人 那他的退化呢 什么原因 到最后只剩下眼睛 可以砸 眼球的运动 来表达他的意念 那真的是啊 很难理解说 这个世界的 这个状态 来自于我们的人体 的一些秘密 还是无法探究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些 奇奇怪怪的病 然后呢 这个组织当中的 一些运作的模式 然后我们的思考 是怎么去组织成 这样子复杂的讯息 可以变成 现在的一种很多的发明 所以呢 这个脑的运作 或者是心意识的运作 都是非常非常的精密 那非常精密啊 而且他可以达到极致 叫尽其牙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修行的体系当中 如果你好好的去修观行 声闻人修三十七处道品 到最后呢 四地十六行观 可以正道解脱的圣果 所以从凡夫修行修道 圣人呢 就是从意念上去起观 然后入了空性 因此呢 可以从凡夫到成圣 这个意的开解 是一个关键 可是问题是呢 这是一个满分的意 但是它很难掌控 因为你不修行的人呢 这个意啊 也是聪明的不得了 我们常常形容 它就像是孙悟空一样 可以一个金斗呢 翻出八万四千里 可以像我们现在坐在这边 一想到纽约 马上呢 你就意念当中 你就出现了 这个自由女神像 那你如果想到 这个加拿大 一下子想到月球 你就会有一个样子 那或者是你想到三十年前 哎呀 我国小同学 国中同学 或者是我的 这三十年前的记忆 二十年前的记忆 一想到小时候的一个 某一些音 声音音乐 国歌 校歌 或者是呢 在哪个地方 吃过什么东西 奇怪 怎么以前的事情 都还可以 再把它翻出来 而且历历在目 感觉很生 很生动 好像就在眼前一样 其实这就是义 它可以有十方跟三四 就东西南北 它可以自由自在的四处跑 然后三四呢 就是过去 现在未来 所以现在呢 有很多科学的发明 它就是想象未来 它可能会是什么 连我们保元禅士呢 也是要打造一个 给未来的孩子 未来的子民 来自未来的人 未来的众生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 安身立命 继续修行的一个道场 所以呢 其实我们就在探索 很多的可能 都是这个意念上呢 可以不断不断的去突破它 所以呢 意啊 的确是很圆满 叫做意根 是圆满一千两百功德 那这边呢 我们一听啊 感觉好像这个师傅特别推崇意根 的确呢 只要是满分的 我们都很满意 我们都很喜欢 那我们六根当中呢 可以知道啊 总结 以上啊 就可以知道 你看 优跟列啊 眼耳鼻舌身意 眼是八百功德 耳是一千两百功德 鼻是八百功德 舌是一千两百功德 身是八百功德 意是一千两百功德 看起来呢 好像有优跟列哦 但是大家要记得哦 它都是我们的根 你不能因为呢 这眼根啊 八百功德 你就看不起它哦 这还是你哦 你如果好好的用它呢 它就会发挥 圆满的功德 如果用分别心来用它呢 它就会变成 业障的功 业障的功能 所以这里面啊 其实运用之妙 还是存乎一心 佛陀分析这个分数 它并不是要我们 去对自己的眼耳鼻舌生意 产生分别心 然后喜欢耳朵 喜欢满分 不喜欢眼睛 那这个到最后呢 你就会自我矛盾 那佛陀为什么要 这样子来分析呢 我们明天呢 就会知道 因为佛陀接下来 就要告诉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对 眼耳鼻舌生意 做一个分类 乃至于做评分 以上呢 是今天的内容 师父阿弥陀佛 我是法帝亲亲 就今天的经文内容 我有以下的分享 师父曾经教我们说 我们的身体都是有 地水佛风 四大甲合而成 这四大要是和谐的话 我们的身心就会愉悦 可是为何的话 就会环脑升起 但是我们的人生 总是不如意 时长八九 我们要如何 离苦得乐呢 唯有精进学活 勤宜修行吧 有一个实际的例子 可以说明 就是圣炎法师 当年 埃末住进台大的 安宁病房的时候 他常常对照顾他的医副人员说 他的身体是夜暴身 所以他完全接受他身体的病痛 他在原济之前 在病房内 禅定 内观 体贴感恩 照顾到他的医副人员 他的视线 翻转了一般 癌末 病人常见的 也就是因为 圣炎师父的视线 让这一批照顾他的医副人员 感觉非常不可思议 也感动了他们 所以这批医副人员 就跟着归医 然后成为佛教徒 那我们众生都有六根 接触到六层 就会产生 色受想形式无印 排列第一的色印 它是属于物质的 有生命 就像我们的身体 一样是无常的 是假的 不是真的 那圣炎师父的修行 已经达到极致的境界 他看透了他色身的虚幻 所以他使用他最高等级的 试运来看 已经达到他看身不是身 绝痛不是痛的一个境界 然后就是他在 他看淡生死 临走前就杜化了一批人 那这个例子是不是能够说明 身跟意跟修行严满 所得的功德 根本就是无法计量的 那最后请教师傅 我们一般人 在修行路上 除了精进精进 再精进之外 是不是还需要一些素式的 因缘加持呢 毕竟圣炎法师就是只有一个 我们一般人很难达到 那个境界以上 请问什么叫做素式的因缘加持 就是他应该是有 以前有一些 做了一些好事 我们都认为呢 那个修行的师父啊 德高望重啊 好像是因为得到某一种特殊的 祝福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缘分 其实连佛陀都说 他也是累生累劫的努力 没有人是天生的 释迦摩尼佛 也没有人是天生的 有福报之人 我们看到这主持大德的典范 他经历了这些苦难当中呢 他不一样的是态度 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生老病死 那我们怎么去面对他 凡人的原因都是因为 自己一直要做凡人 不愿意接受 眼前的所有的考试 是帮助自己提升 那如果呢 我们也愿意向佛陀学习 向圣言师父学习 那其实每一个人在生死当中啊 都会有所突破 不突破也是看不开放不下 那每个人的功课都不一样 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过程 我们只要愿意努力 总是比完全不努力 来得还要再进步 那有时候我们说 别人的事情啊 感觉好像很容易 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容易的 大家都可以 以师父的例子为典范 鼓励自己 鼓励自己 不要给自己漏气 有时候我们都会说 我们凡夫啊都做不到 那你现在就是因为做不到啊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准备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时候 必须要面对 那看到别人面对生死的时候 也有看得开的 也有看不开的 也有自在的 也有不自在的 但是在佛门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祖师大德 他走在我们前面 他有很多的方法来教 大众呢 在面对这个人生必经的功课的时候 有人是很成功的 那表示呢 自己现在走的这条路 也有可能会成功 那才刚刚开始走啊 所以先别急着 谢自己的气 那在大难来时啊 其实我们还有 赶快把握时间来准备 而不是 哎呀 反正没有办法 我们就是啊 凡夫 凡夫一眉 所以呢 我们就是准备啊 在那个地方啊 呼天喊地 我相信呢 自从我们学佛了之后啊 已经不是以前的态度了 一边以前的态度呢 可能还要五指枯木 现在都知道啊 要面对他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把握还很健康的时候 还可以走得动的时候 还可以头脑清楚的时候呢 多学一点 多修一点 那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发现 自己是可以修行的 修行要成功啊 要先肯定自己修行的功德 要先肯定自己的努力 是功不堂倦 否则呢 我们可能啊 修一修就觉得 不可能啊 我们都没有像佛这么厉害 没有像师父们 他们那么厉害 他们是有佛力加持的啦 那如果是这样的 那何必我们在这个地方 每天在那边瞄懂楦言 我们回头 从三月以来到现在 其实多多少少都有进步啊 那看到这么短的时间就有进步 是不是表示我们如果再多一点用功 又会再更进步呢 因此呢 谢谢轻轻的分享 但是我们呢 每次都在结论的时候啊 就给自己打一个巴掌 以后呢 要改进 就是我们学习师父们的发心 我们也要给自己很大的信心 就是我们啊 笔记丈夫我义而不应自清而退区 这是龟山老人给我们的警测 他说啊 佛陀是大丈夫 我也是大丈夫 不应该呢 因此就自己觉得自卑而退缩了 那自己啊 一定要肯定这件事情 以上谢谢轻轻的分享 师父吉祥 弟子东仙的提问 生根跟异根 就像例如小儿麻痹 是后天造成的 脑性麻痹是先天造成的 这两种 这两种是生根还是异根出的问题 像人受胎时候 我们来到胎盘的时候 六根是合一的状态 到了长出炎而鼻舌身一 炎而鼻舌身五根 向外学习探索 再到宁命中时 五根再慢慢坏时 六根合一 回归八四马 请慈悟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 它是生根的问题 因为它头脑没有坏掉 它是身体坏掉了 只是说我们认为说 所有的脑是大脑 是所有神经的中枢 因此我们以为脑伤 就是头脑坏掉 其实不是 它是意没有坏 但是身体坏掉了 就像中风的人 植物人 它的意念 意识还是在的 只是它没有办法作用 身体不能动 眼睛不能看 耳朵不能听 没有办法起作用 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就是在讲这个六根 归一的事情 其实六根本来就是归一 那即使我们没有往生 我们六根也是归一 但是为什么现在会分成 眼耳鼻舌生意呢 是因为我们的分别心 把它分开 那个叫做旺 旺为六合合 那这个把它分成六个 那六个是怎么分 那后面呢 佛陀会解释 那所以呢 表示啊 现在我们认为 眼耳鼻舌生意 是分开的 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但是因为根深蒂固 所以一下子啊 我们要说啊 这个都是归一的 其实就会很难 很难想 就是明明眼睛就是眼睛 耳朵就是耳朵啊 但是如果你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 其实全身都是合一的 它是一体的 所以有时候呢 你眼睛的疾病 可能是因为心脏 你的鼻子的问题 可能是因为肺脏 但是你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会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那从佛法来讲呢 所有的 眼耳鼻舌生意的问题 都是心的问题 所以你说 他的意有没有坏呢 其实也是有坏的 只是我们好像要把它分开 其实人是一个整体的 也没有所谓的分开 或者是不分开 非和非和 但是我们的认知 就会把它分开 有生有死 死的时候会归一吗 也不一定哦 因为呢 有时候我们会讲 这个道教就讲 三魂七魄 而感觉呢 又好像这个事 又把它分成 三个魂跟七个魄 又把自己的心给 大卸八块了 所以 其实都是一种论法 我们如果有偏执 就会很多的类别 如果没有偏执 没有无名 那自然就是 可以明白真正的 测见本来面目 可以真正的了解 事实的真相 谢谢东迁 问这么难的问题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